这次也让我回忆到了很多 我当时在军校学习的一些 比如说吃饭之前要唱军歌 要集体的排队去打饭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 部队的规律吧 生活作息 其实还是比较的 干扰我自己的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他们都是云家餐嘛 我旁边会有很多的海鲜 还要把我披在一个火锅桌上 就感觉像自己吃到火锅一样 对 这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因为其实我在拍摄的地方 是比较偏远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地区 其实那边 并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能够吃到的 比如说火锅啊 这些比较好的美食吧 那大家也知道 我比较喜欢吃火锅 所以给我披了一个火锅 因为大家集体吃火锅吧 解脾其实还好 可能会稍微有一丢丢的强迫症 对 但现在也不是 没有以前 我觉得现在长大了 哎呦 其实也逐渐的在 还是一个少年啊 在以前我在小的时候 关灯可能 人家都是关一次 我需要关三次 那在床头放水杯 可能大家只是随便一放 我可能要听到 那个水杯放得很实的那个声音 要放三下 但现在呢 其实就慢慢都改变掉了 对 还是有那么丢丢的 一点点的强迫症 呃 可以这么说吧 首先的话是卸妆是非常重要的 那卸妆的话还是比较 需要比较用心的吧 男生的话就补水还是比较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 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睡眠 会去 会去 我特别喜欢旅行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去 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 呃 也比较喜欢 那个大海嘛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话 比如说去 呃 海边啊 这些地方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吧 啊 马尔代夫 泰国 苏梅岛等等 对 我都挺喜欢的 感谢你 感谢观看